这里就是澳门威尼斯人的扑克区了 第一次来这里玩这种又好玩又专业的游戏 心里真的是非常的紧张 不过没有关系 我身边的阿仙还有阿华会带着我一起玩这个游戏的 我觉得挺好 我想加住我们叫做Rate加住 如果是不加的 我又想跟他住的就叫Call 不要牌呢 就是我可以很差 我不想玩这个Call 就是这样 还有如果我不想加又不想跟 但又想继续过 那怎么办呢 就哈哈地跑 自从2007年第一届亚太普克巡回赛 在澳门开赛以来 普克比赛越来越受到欢迎 澳门多间娱乐场也相继开设了专属的扑克区域 我听说玩扑克游戏的人都非常喜欢戴墨镜 就像我身边的这位帅哥一样 如果现在有一封墨镜的话呢 我想我一定会十二位 玩扑克牌的时候 读懂对手的心理 比计算胜负几率更为重要 如果善于吓唬技巧的话 尽管手上的牌不太好 也会有一定的胜算 有一个世界上帝 叫做克里斯·佛格森 他是一个数学精神 然后还有其他玩家 就像fred 说过 他们都会玩到一个人 有时他们甚至没有看起来的卡 他们只会玩到一个人 如果他们感觉到一个人弱 那是他们会玩得很强 《No Limit Hold'em》 是最好的玩家 你能复杂 你能复杂在每一段时间都能复杂 而这会让其他玩家的感觉 同样的玩家 就像《Mahjong》 有一定的资产 在游戏中 但在最后一天 是最精彩的 和最精彩的技巧 结果是最好的玩家 最好的玩家 我又赢了 我已经赢了好几次了 今天的运气实在是太好了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